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秋发主持会议并发言 唐一军夏德仁出席会议并发言 11月10号 省委召开中央环保督察 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调度推进工作第四次会议 陈秋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按照省委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全面展开 11月10号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六批信访举报件190件 首届进博会11月10号在上海落幕 国省企业在进博会上积极对接洽谈 谋求合作多赢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1月10号 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阻击解放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 深入查百剖析问题提出对策措施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会议并发言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出席会议并发言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出席会议并发言 省领导谭作军 李文章 张磊 廖建宇 张福海 刘焕心 陆志源 孙毅 孙国相 陈绿平 崔风林 王明玉 李金科 刚瑞 省检察院检察长发言 会上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 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与学习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精神 有机结合 指出了各自分管领域存在的短板不足及问题根源 针对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提出了对策措施 大家纷纷表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以新气象 新担当 新作为 推动辽宁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四个短板 对于破解振兴发展难题 实现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 关于四个短板的重要论述 切实提高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直面问题 迎难而上 同心协力 打好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这场攻坚战 持久战 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辽宁落实落地 开花结果 会议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研究 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的对策措施 破解难题 突破障碍 扬长臂短 扬长刻短 扬长补短 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 找短板 补短板 突出时 历界虚 扎实开展解放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转变思想观念 理清发展思路 推动改革再深入 实践再创新 工作再抓实 二是要坚持立足实际 找短板 补短板 深化对省情的认识和把握 认真查北剖析 找准要害症结 坚持制度创新 聚焦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拿出创新性举措 确保中央政策措施 在辽宁落地见效 三是要坚持宁心俱力 找短板 补短板 各地区各部门和美名党员干部 要把自己摆进去 把思想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瘫 力争在较短时间内 取得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的时效 会议要求 要坚持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以思想解放 观念更新 作风转变 推动辽宁实现高质量发展 各界领导要带头做表率 切实发挥好投眼效应 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干 要统筹协调 凝聚合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实打实硬碰硬地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 要营造良好环境 加强舆论引导 强化精神感召 引导干部群众攻坚克难 狠抓落实 形成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深化改革 破解矛盾的浓厚氛围 要强化跟踪问校 充分发挥督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紧盯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切实多出责任和成效 本台报道 11月10号 省委召开 中央环保督查 国家海洋督查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调度推进工作第四次会议 贯彻落实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 对辽宁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动员会精神 调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督查整改落实情况 和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 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整改情况 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陈秋发在讲话中指出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辽宁以来 全省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督查组开展工作 积极妥善处理转办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和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取得新的进展 陈秋发强调 要下定决心 坚定信心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港双责责任制 确保督查反馈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一是要强化政治担当 压实主体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 坚持省级干部挂帅 推动督查整改工作 指导和督导各式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视线干部要直接调度 直接部署 直接督办 加快推进 限时完成 二是要紧盯重复访问题 各式要高度重视 严肃对待 认真核实 搞清情况 加大解决问题力度 强化责任 加快进度 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三是要坚持边督边改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坚持既减存量也控增量 对督查组交办的信访件 急接急办 明确责任单位 责任人 整改实现 整改目标和整改措施 确保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四是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按照督查组的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 及时完整客观的反应情况 全力配合服务保障督查组 做好下沉督查工作 五是要强化跟踪调度 坚持一日一报告 一周一调度 及时掌握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做好问题消耗督促检查 对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 一刀切 以及不作为 慢作为 甚至乱作为行为 严肃追责问责 唐一军在讲话中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进一步强化责任 积极作为 主动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回头看 确保环保督查整改各项工作 坐深 坐细 坐实 坐到位 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一要挂图作战 全力攻坚 围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任务 制定任务书 汇出时间表 一向一向挂图作战 一件件全力消耗 保持工作尽头不减 保持工作力度不变 咬紧牙关 一鼓作气 坚决打好环保督查整改攻坚战 二要突出重点 紧抓不松 认真办理群众信访举报投诉问题 特别是督查组交办的信访问题 一件件核查 一件件办理 一件件落实 做到事事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事事有结果 坚决防止一刀切 严格禁止一律关停 先停再说的敷衍作法 实事求是 区别对待精准之策 借势借力推动综合整治 确保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常生产秩序 三要强化责任 严督食导 层层压食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中 落到实处 让规矩的意识立起来 制度的约束延起来 督查的牙齿硬起来 真督导 真整改 真落实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实命感 把环保督查整改工作 抓得更加扎实 更有成效 会上 有关省领导提出意见要求 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 通报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查组进驻以来 全省督查整改工作有关情况汇报 十四是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 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省领导谭作军 李文章 张磊 廖建宇 张福海 刘焕心 陆志远 孙毅 崔风林 省检察院检察长 沈阳市市长江勇为 省之有关单位 各市环保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本台报道 按照省委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截至2018年11月9号 省委16个巡视组分别进驻 沈阳市和平区等42个县市区 召开了巡视工作动员会 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全面展开 经省委批准 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 对沈阳市 新民市 康平县 和平区 沈北新区 浑南区 大连市 庄和市 瓦方殿市 长海县 金浦新区 沙河口区 安山市 海城市 台安县 秀岩满足自治县 丽山区 府顺市 新滨满足自治县 府顺县 顺城区 新府区 本溪市 本溪满足自治县 环人满足自治县 平山区 丹东市 凤城市 宽垫满足自治县 元宝区 锦州市 陵海市 义县太和区 银口市 大师桥市 盖州市 西市区 复兴市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张武县 青河门区 铁岭市 西丰县 昌土县 青河区 朝阳市 陵园市 建平县 双塔区 葫芦岛市 新城市 建昌县 南票区等 42个县市区开展常规巡视 按照中央和省委 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 新精神 省委巡视组将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 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根本政治任务 认真落实五个持续要求 紧密结合县区实际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和夺取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等方面 深入检查被巡视地区 贯彻落实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情况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整治四丰情况 党规党纪执行情况 领导干部连接自律 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 以及巡查工作开展情况 和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 特别是将脱贫攻坚纳入巡视监督重要内容 聚焦四个落实 通过八看 深入查找 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和有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 落实问题整改不严格不到位等问题 通过开展巡视监督 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 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 为全面从严治党 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巡视标本兼制的战略作用 根据有关规定 省委巡视组本轮巡视 将在被巡视地区工作两个月 时间从现在起至2019年1月上旬 设专门值班电话 专门邮箱等 并通过被巡视地区门户网站 向社会公开 巡视期间 主要受理 反映被巡视地区领导班次 及其成员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党组主要负责人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问题的 来信 来电 来访 重点是 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应 对其他信访问题 将按照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的原则 转交被巡视地区处理 本台报道 11月10日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 190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 涉及14个市 其中 沈阳市38件 大连市34件 安山市23件 一件与银口市交叉 辅顺市10件 本溪市5件 丹东市9件 锦州市1件 银口市13件 复兴市7件 辽阳市10件 铁岭市13件 朝阳市10件 盘锦市3件 葫芦岛市15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 涉及环境问题322个 其中 大气环境问题79个 占24.5% 水环境问题82个 占25.5% 噪音问题37个 占11.5% 生态环境问题36个 占11.2% 辐射问题6个 占1.9% 海洋环境问题4个 占1.2% 土壤问题43个 占13.4% 其他类型问题35个 占10.9% 当日上述信访件 已全部交办各式 按照中央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的要求 整改和处理情况 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辅顺市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薄弱环节 不折不扣完成 中央环境 环境问题整改 持续推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中央第三环境 环境读查组反馈意见中指出 辅顺大火房水源地 存在旅游项目举办东补节 违法设立南达木工业园 工业企业为依法关停拆除 触勤养养殖场污染等问题 辅顺市接到反馈意见后 第一时间废止了 大火房水库生态旅游区 发展规划 取缔了保护区内举办东补节 等与水源保护治理无关的活动 通过近一个月的攻坚行动 大火房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二级企业全部关闭 并拆除设备 二级保护区内 八家违规审批的企业 全部关闭 另外192家企业中 100家企业断电 92家企业拆除设备 104家触勤养殖场专业户 全部关闭或搬迁 针对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 反馈意见中 风远热高毁林问题 违法企业风远热高有限公司 已依法办理了林木采伐审批手续 异地进行了植被恢复 有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 辅顺市供街道交办信访投诉 共35批387件 截至目前 以半截消耗349件 半截率90% 辅顺市还以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为契机 启动实施了辅顺市污染防治 攻坚站专项行动 确定了大气 水 土壤 污染防治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与修复等重点任务 多挫并举促进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今年截止到10月28号 全市空气优良天数231天 同比增加7天 针对回头干当中 新暴露出来的问题 组织各方面力量 力行力改 尽快地使存在的问题得改正 从大气 水 土壤污染治理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修复等各方面 打好污染防止攻坚站 本台驻辅顺记者报道 自2017年中央开展 环保督察工作以来 省水利系统认真贯折落实 辽宁省贯折落实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截至目前 七项整改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提出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等问题 省水利厅积极推进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建立完善河道生态环境 诉求保障机制 全面落实河掌制和湖掌制 深入开展地下水保护 各类水生态和环境 违纪违规行为执法检查 截至目前 全省已全面建立了 河掌制体系 全面启动一河一侧编制工作 重点解决河流水资源保护 水污染防治 水生态修复等问题 水利厅还在随处保持 包括河道垃圾的清理 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逐年建立这种长效的机制 保证我们老百姓能够享受 能够饮用清洁的饮用水 能够享受优美的生态环境 河道环境 此外 我省从2017年起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并按照整改方案要求 对省及保护区内 违法违规涉水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全部清理作废 2017年以来 省水利厅累计为河道生态环境供水 5.39亿立方米 陆续关停封闭地下水井6300眼 压采城镇地下水7.68亿立方米 共清理河道垃圾384万立方米 本台报道 近日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在辽宁大学 省中职企业在辽宁大厦分别举行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宣讲团报告会 在辽宁大学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党校副校长 周永生 就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讲解了 把深化改革作为辽宁振兴的首要任务 把增强创新能力作为辽宁振兴的根本途径 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辽宁振兴的工作重点 把对外开放作为辽宁振兴的重要抓手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辽宁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辽宁振兴的坚强保证六个方面要求 在报告会结束后 钟永生与助审高校师生代表进行交流 针对师生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在刚刚的报告会中您提到了振兴东北地区需要栓心留人的条件 您能具体谈一谈关于栓心留人的具体举措吗 栓心留人的条件就是要有让人才能够在这里边干事创业的平台 提供他们施展的舞台 让他们个人价值得到提升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1月9号 省中职企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辽宁大厦举行 省国资委全体机关干部 各省中职企业负责人等4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 省委讲师团成员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 从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高标准高质量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三个方面做了宣讲报告 报告会结束后 省委宣讲团成员和部分参会成员 一起到华晨宝马集团考察调研 并和企业职工进行交流 宣讲团来到我们车身车间挡着部给我们答疑解惑 我们理解的更透彻了 尤其说到我们中华品牌是沈阳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们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 做好每一个细节保证我们的产品越做越好 本台报道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月1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 华生企业抓住进博会契机 积极对接洽谈 谋求合作多赢 六天会机内收获满满 这几天 水扬跨境电商平台思路网创始人魏孙 几乎把进博会的每个展馆都赚了个遍 谈项目聊合作 任何一个商机都不放过 谈了很多家企业 包括说打通了一些墨西哥这边 这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路向 包括说接到了一些澳洲 还有日本 还有韩国 等一些跨境电商厂业的合作 恒利石化大连链化公司 也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成功牵手 为恒利链化2000万吨链化一体化项目 签下长期原油供应协议 成为进博会上大连交易团采购的最大订单 跟沙特这块的一个稳定的原油供应来 对我们的恒利链化 长期的原油供应 是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93集团铁领大豆科技有限公司 经过筛选 最终选择了南美大豆 采购的额是6亿元 这个大豆的项目对我们进一步的来做好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进博会期间我省交易团积极对接洽谈 对智能及高端装备 消费电子及家电 食品及农产品 工业原料以及服务外包等 有助于辽宁产业结构升级的商品和服务重点采购 本钢集团获得了急需的环境改造新技术 营口五矿采购到了高质量矿石资源 星城投资发展集团寻找到了多个合作伙伴 这些收获都将极大增强我省企业的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 本台记者上海报道 好的 感谢关注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